人生的老病死非常无奈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到了老了 你看人的一生 你想想 是毫无意义的 几岁懵懵懂懂什么都不了解 前三年离不开母亲 自己生活不能料理 然后到了青少年阶段 他的欲望就出来了 欲望出来了 他要寻找异性 要建立家庭 要事业成功 无非是为他的欲望服务 就像世间很多人说的很俗的 就为了两张口 上下两张口 然后这样的拼搏事业 拼搏事业到了老年了 就新陈代谢衰弱了 就要抵抗疾病的困扰了 什么都不行了 衰老是必然的 然后就有病 病苦 四大不条 发烧就像火烧地狱 发冷就像寒冰地狱 有时候真的生气病来了 那种业障线前了真是很苦 但是现在所谓的医学 病痛的不行了怎么办 给你打镇定计 就是打毒素吗 飞吗 麻醉你 所以你看为什么送医院送了若干次 插这个管子 插那个管子 让你这个全部麻痹掉 身体上好像没有什么痛感 实际上神识完全颠倒了 那对他在轮回当中选择道路 那就是太可怕了 所以为什么到死亡的时候 我们佛教要讲临终住念 我们不需要那些马非镇定计 我们要把生命死亡的过程 病苦的过程让他袒露出来 不能用所谓的医学 把这些生命的痛苦掩盖起来 死亡的时候真的是四大分离 他有贪生怕死的本能 他不想离开这个世间 如果他有点财产 妻儿子女的比较孝顺 你看他的死就更痛苦了 临终的时候有时就说 我不想死啊 我爬都要爬回来呀 然而所谓的子女的笑 好像就是哪怕花几千几万几十万 也是要保持他哪怕一分钟的生命 这个死 死得多么无奈呀 也非常痛苦啊 叫生龟包壳的比喻 一个乌龟生生的把他的厚厚的壳拔下来痛苦 这是真的 记得比喻 无奈hoo 我cere选择 幸福 aquela